我们在这些小孩 特别是这些学龄前的儿童 当然也包括部分小学生 四五岁的五六岁的都可以 小孩脸上特别感觉 不至少为嗨一点的小孩 不至能特别白的小孩 脸上在这个 经常特别是在这个冬秋季节 春天也可以啊 它长着一块一块的那些白斑 有道白不白的 我们叫苍白色 当然又不是像白莲峰那种那么白 这种非常常见 我们在医球上有专门一个病 叫白色抗疹 或者叫单纯抗疹 有一些老年人 有些俗称啊 或者中医啊 所谓叫做回虫斑 甚至有的叫做长白卷 这个它这个它不是卷 它不是对女人感染 具体什么原因呢 现在还不是确切很清楚 但是肯定它的皮肤的干燥有关系 这个发生率非常高 我们在日常的美女症 也见到很多这种情况 这种治疗我们比较 我们主张是保守 主要是保湿 防晒 这个它有个阶段性 所以年龄的增加 都要保持着 所以要感染 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 也不是不有一种 这种能力啊 就必能复制